原本帶著迷迷專輯 風光加入歌壇大戰的韓國女子團體LA 回歸前戲卻惹出爭議 團員雪旋和隊長志明 在團體綜藝節目中 一認不出韓國民族英雄安崇根 還以輕浮的態度嬉笑打鬧 徹底激怒韓國民眾 大罵他們是無腦偶像 不配做韓國人 雖然雪旋和志明已透過社群網站發文反省 也在新歌發表會上落淚致歉 但風波仍舊沒有平息 現在更傳出 可能遭到當局攻殺 2015年底 雪旋和男神李敏昊 受邀擔任2016到2018年 韓國訪問年的旅遊宣傳大使 當時雪旋穿著韓服 和總統普錦慧一同出席公開活動 不過原定兩年的任期恐怕出現變數 目前在官方網站上 只看到李敏昊的照片 雪旋的宣傳照則是默默遭到撤下 外界不禁懷疑是否因歷史無知事件 被活動單位除名冷凍處理 對此官方表示 只是近期變更官網照片 仍會借中雪旋的長才 目前沒有撤換宣傳大使的計畫